我分享一个春季养肝的一个活动 首先张开我们的手掌 我们的手掌对准我们右侧肋骨的肝区 然后把意念放在你的肝区 想象我们手中有一股能量放到你的肝 接着呢我们就要伸展身体的侧面 因为我们肝胆筋都在身体的侧面 所以你轻轻的往身体 你的左侧弯 弯到极限的时候 然后轻轻数个五四三二一 再回来 相对呢我们也可以用左手掌 对准我们左边的肋骨 虽然肝脏不在这里 可是在我们中一来讲 两侧都有肝经络对称通过 一样我们的意念放在我们的肋骨与肋骨之间 肝经络通过的地方 然后往右边轻轻的伸展 停住五四三二一 好慢慢回来 每天呢早晚各做十下 让这个肌肉侧面肌肉可以拉伸开来 第二个动作呢我建议说我们可以用敲击的方式敲打我们身体侧面的肝胆经络 好来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手指肘的肘肩做一个这样敲敲敲击的动作 好这可以侧击刺激到我们肋骨肋之间有脏门齐门这些肝脏的经络 就这样敲敲敲这样敲每天敲个二三十下以上 想到的敲也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增加我们的一些肌肉还有心肺的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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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